海洋保育署及高雄中山大学探权研究与服务中心 攜手举办蓝探保育推广讲座 即海洋保育ESG专案说明 邀请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人士 从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倡议分享 共同剥划蓝探及海洋保育永续行动的蓝图 海洋保育署及国立中山大学探权研究与服务中心 共同合作、邀集场观学齐聚高雄 举办蓝探保育推广讲座 即海洋保育ESG专案说明 邀请七位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人士 分享国内外探权制定与探定价 以及企业ESG参与的途径与展望 一直会希望说怎么在海报法通过之后 在这样的议题下 其实怎么跟企业跟不同的团体去做合作 尤其是保育的议题 所以今天的活动针对气候变迁的减缓跟调试 这两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大的着力 在早上的部分就开始针对蓝探的方法学 蓝探相关的这个趋势 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这个大家很关注的议题 我在减缓这件事情 在海洋上面可以做什么 那可是除了蓝探之外 其实有非常多保育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还保育这边其实提出了15个行动的方案 那包含了富裕的 包含了保育 包含资源利用 包含教育 其实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这样子方案的说明 所以希望看看说 能不能从这些行动方案里面 找到企业的需求 那一起可以攜手 去针对保育的事情 去做一个对接 或是做一个平台 担任首场专题演讲的中山大学探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蔡宏正表示 这次的活动是探权及海洋保育开启新的篇章 尤其是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蓝探分布在台湾 东南亚皆澳洲大保交 期盼藉由各界的持续努力 除了可以维护碳汇功能外 更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健康 那你要培养一个蓝探 你去种红树林 海草床 底下会带出微生物 会有小鱼大鱼等等的 这些维护这些生态 它种起来不容易 所以自然汤汇 它就是不好做 但很重要 所以它的市场上价格都会很高 那目前国际上对蓝探和绿探 自然碳汇的那一种资金是下了很重 大家都看到这个重要性 我们也希望政府大力的用公权力 介入这个减碳的活动 但另外一面我们也希望 民众能够自发的减碳 那自发减碳就是用市场交易的吸引力 然后让他们能够来从事减碳的活动 那这一方面也可能是跟企业 最容易合作的事情 海报署表示 透过这次的活动 不仅能让各界对于蓝探海洋保育 有更深刻的理解 更启动了后续政府 企业及民间团体等公司部门 有进一步合作的动力 共同推动海洋永续发展事务 对于蓝探海洋永续发展事务 对于蓝探海洋永续发展事务